那一半說什麼話 你就知道他藉口裡有一大堆 入喉了 不是很溫柔嗎 不是 我都是為你好這一句話 其實他就扣了一個很大的帽子 就是 你知道嗎 就是我講話的 一定比你大 像我們跟小孩子講話說 我都是為了你好 你好好乖 可是是沒錯 你老公真的比你大 沒有啦 我年紀過比較大 不是 但是這個時候要講一下 對不對 你比方說像 比方說他人已經在珍珠奶茶的旁邊了 我們在家裡 你在哪裡 我在某某的旁邊 我說你叫幫我買一下 他說好 他說好喔 回來了之後 珍珠奶茶沒有買 為什麼沒有買 其實這個東西喝得對身體 我們大概一個月兩個月 才喝那麼一杯 一杯珍珠奶茶 其實 可以解決我們身上很多的憂鬱 你有看過電影嗎 珍珠奶茶就像強盜一樣 同時你每天都會喝一杯 你好危險喔 那炸雞也是強肥喔 炸雞 是誰啊 可不可以拍一部電影 一打開說我老婆 很會 真的是為你很害醫師都說話 所以他每次講說 我都是為你好 我就覺得 因為事情已經到了沒有辦法 談判的地步了 我都是為你好 所以我才做這樣的事情 然後我說 你可以讓我自私一致嗎 他不行 偶爾 我覺得偶爾 真的瞎得在這邊 偶爾你瞎在這邊 我很忙 都沒夠 這就是堪托啊 對啊 我老公就是非常的懶 你只要打電話給他說 那個你明天 我很忙 沒有夠 你還沒講耶 很忙 你還沒講耶 還沒講耶 然後說隔天就你就放假 你跟我回去說 我本來是想說 我明天想會一百萬送你 你還想算嗎 我很忙 都沒好 我還沒想過耶 你沒有那麼大方的 不可能啊 對啊 他就制定我 沒有那麼大方 所以你只要跟他講什麼 他就是怕你要叫他做事情 所以他先回答你 我很忙 沒有空 這樣你所有事情 都不會再叫他做 對 小兵就很愛講 我真的很想 但是 你看這句話聽起來 西東平常 可是因為他這個人 是平常就是不會講什麼 太多強烈表態的語句 大概就是 好 我知道了 或是說我不行耶這樣子 所以當他如果講 我真的很想 表達一個很強烈的 彈月的感受 沒有表達有詐 就覺得因為他接下來 一定會講說 但是怎麼樣 所以什麼什麼 小兵是從年輕 就已經練就這個 女生邀約 我真的很想跟你出去 但是 對 我真的很想 我真的不瞭解他 好像那天我們要約他 喝下午茶 像女生下午茶 不是都是男生不喜歡參加嗎 對 覺得說好像很無聊 那有時候我就覺得說 可以邀請他 一起來參與一下我的朋友 也讓他 大家知道說 其實他是很幽默風趣 就邀請他 他就說 我真的很想去耶 不行...但是 我有那個乳糖不耐 你們那個下午茶 那個奶茶可能加奶 那個蛋糕有加奶 我吃了可能會拉肚子 這樣可能會掃興 算...你們去 他不是理由都說得出來 對 乳糖不耐 不是乳糖不耐 下午茶 有誰有加牛奶的茶 他不知道嗎 對 也有咖啡這種選擇 對啊 他就說算了 我還是不要切好了 不要濫藉口啊 是不是濫藉口 是根本就不想去吧 濫藉口耶 就跟他講說 太好了 換牛奶 是不是 對啊 所以藉口真的很多 所以我不管是男生 或者是女生 這另外一半的爛藉口 似乎都起來有志 對 我們想想看 我們今天可以 互相吐槽一下 到底這藉口有多爛 好 溜白跟溜白 溜白這邊有好多 這個阿嬤知道我撥蝦會的 這個超過 腳踏車控制了我們腳 遇到我們要死去的狗 托夢 這邊還有 神明指示去台中 雪光自在不宜騎車 不把錢花掉會破財 貓說不想要一個人 憲童那個口味淡一點 好 雪光自在不宜騎車 誰家的 這個我的 在結婚的時候 其實我們還滿相信 算命這件事情 對 非常相信 雖然是自由戀愛 可是我們也去合過八字的 所以我對於這樣子的算命 他們所說的一句話 其實我百分之八十 我會去遵守它 但是你不能夠把這個 算命的話 當作一種藉口 你比方說像有的時候 我非常喜歡吃水果 水果我每天三餐一定要吃水果 不管是任何的水果 只要有水果 我就覺得我今天心情就很好 有一天我回到家裡面去 發現 奇怪 為什麼我今天沒有吃到水果 沒有水果我想說 大概因為他在忙 因為他也有很多他自己的人 比方說像 像喝下午茶 貴婦出去走 還是有他的水果 一天沒有吃到 兩天沒有吃到 第三天我都受不了 為什麼我們家已經有三天 沒有吃到水果呢 我說到底為什麼 是沒有錢 還是說你是忘記的 還是怎麼樣 我可以去買回來啊 他說沒有... 算命的有跟我說 這個 是 因為騎摩托車呢 其實他有時候會有雪光之災 車關 那最重車關 那最重要的是因為 我們 全家人都不能騎 那就公平了嘛 那他就坐在那邊 都不要吃水果 那些吃水果就耗在那邊 就耗在那邊 然後有一天我說 真的不行了 好 我受不了了 我就去看一下 我的摩托車 結果發現 然後我就問 為什麼摩托車壞掉了 車關 車關要把摩托車弄壞 怕有人會去偷嗎 結果我現在把 他是那個摩托車 已經騎到沒有了 我說你把這個事情 然後扯到算命那邊去 然後說什麼車關啊 因為我非常相信這件事情 然後我們一整個禮拜 都沒有吃到水果 你不覺得你很瞎嗎 他說 你終於發現了 好可愛 那你去把車子加油 為什麼你自己不買水果咧 沒有 因為他比較會買水果 因為我有買過幾支水果 不要說買壞水果 他比較會買水果 你為什麼不幫我買水果 不會 我不會買水果 人家都在等他買水果 因為那水果有那個 比方說橘子那個皮很薄的 但是你一剝下來之後 它是不甜的 那不甜的我又去買 然後又買到不便宜的 我老婆就會罵 那個芭樂有些什麼 就是那種 你也不曉得 太軟的芭樂 就會沒有那個口感 我發現它好適合這三個字 這 他這個比較大 車關這個藉口 我老公也用過 因為像我又回台中的時候 我會跟他講 有時候大部分都我自己做建車 跟我說你知道帶東西 帶比較多東西回台中 我就會打給他說 你來接我 他就跟我講說 你知道嗎 最近我也是有車關 我才能開車 我不能開車 那請問你現在在哪裡 我在公司 你現在怎麼去的 開車 你就可以開車去公司 你不能開來 當中間 對 然後他就跟你說 沒有 不一樣 我開車從家裡 直直一條線 他只能固定路線到公司 對 然後這個是一般的路 我現在要去高鐵接你 我要走快速道路 比較危險 對 比較快 他都是為你好耶 為好 好客氣 可是你知道嗎 同行的如果今天有我女兒 我說叫你爸來接 他打他爸接 我說你爸說什麼 他不能開車來嗎 沒有 他說等一下他就來救門 我 確定是車關嗎 不是 不是 我不是 我不是 我 我覺得立如北這邊 有一個很糟糕的 是吃到我脖子 對 是你的 我的 房子好怕喔 是我的 阿嬤都出來了 阿嬤都出來了 阿嬤很忙耶 阿嬤 阿嬤 我先生是一個 很會煮的人 那他很會煮 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剛剛跟他在一起 我只知道說他會煮不到 他是那種 那種會煮 很厲害 中口腮 對 對 中口腮的那種會煮 那他一開始 我生日的時候 他就說 隨便你想吃什麼 我都煮給你 好棒喔 我就覺得好棒喔 對 但我不知道什麼叫隨便 我就想說 我想吃番茄炒蛋 太普通了吧 你真的太隨便了 後面有背什麼功夫菜的菜名 你知道嗎 而且我不知道有這麼多菜 他真的都會煮出來 然後他就 我也不知道說 番茄炒蛋對他來說 是一種羞辱 太簡單 太簡單 然後他就煮了什麼 茄汁燒蝦啊 紅燒肘子啊 還有番茄炒蛋 我堅持 因為我想吃 很想吃是不是 對... 然後就煮了一桌 然後就好開心... 為什麼蝦他都不吃 為什麼不吃 我就問說 你為什麼不吃蝦 他就說 是這樣的 就小時候窮 然後呢 可是家裡是開餐館 館的 所以 還是有蝦可以吃 可是大家會搶啊 然後就想說 他比較孝順一點 喜歡跟人家搶 所以他都乖乖的吃 他碗裡面 不跟大家搶 阿嬤看到了 就覺得 好心動喔 就幫他把蝦子剝好了 然後放到他碗裡 所以以後 那你那個時候聽到的時候 你會心裡想說 知道是一個爛藉口 可是剛剛在一起 覺得沒關係好啦 我就幫你剝蝦 甜蜜蜜 可是現在呢 我們已經結婚了 已經生小孩了 我已經在忙小孩的 有的沒的 說你剝下蝦 然後你剪一剪 然後我要弄給小孩吃 他說 可是我阿嬤知道我剝蝦 他會很難過 那你把他吃趕過去 我就跟他說 你阿嬤知道 你不剝蝦 給你女兒吃 他才難過 對 你不剝蝦 我就剝了你的皮 是不是 很會講 很會講 所以現在 沒有人幫他剝蝦 還是不吃喔 不吃啊 那你有給他看大愛的老公 大愛的老公 那你沒有跟他拚了嗎 大家都不要吃 當然一定要分享啊 而且從今天開始 請他的朋友 都take他 好不好 然後他最後才發現 其實世界上還有 蝦人這個東西也蠻好 對 不用剝了 對啊